近日,据巴基斯坦国际新闻报报道,沙特皇家空军司令在面对媒体时宣布,正在考虑向巴基斯坦采购大批量的香农战机。 早在27日印巴战争发生后的第一时间,沙特就派遣了F-15战斗机飞行员前往巴基斯坦试驾了。 这款中巴联合研制的轻型战斗机,可见沙特对这款战机极为心动。 2月27日,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,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空战。 最终印度以0比2高负,被击落了两架米格21战斗机。 根据巴基斯坦的消息证实,击落印度战机的主力,就是中巴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斗机。 众所周知,沙特是个产油国,一般都只买贵的不买对的。 沙特空军逆水的F-15战机和台风战机,就连F-16也是美国特工的顶尖型号。 突然宣布采购骁龙战机让很多军迷感到差异。 其实沙特采购骁龙战机并不让人意外。 骁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廉价。 毕竟巴基斯坦首批骁龙的逻辑才够价。 仅仅只有800万美金。 这对于第三代战机来说简直就是白菜甲。 但是这并不能认为骁龙的战力不行。 虽然骁龙是在超期项目的基础上研发的。 超期是米格21的深度改进。 但是项目后期跟米格21实际上已经基本没有关系。 承飞在接手骁龙项目的时候,就将主要方向放到了气动设计上。 首先骁龙战机是世界上第一款搭载进气道的量产战机。 极大的减轻了机体的重量。 采用了大边条设计。 再加上深厚的机体设计制造功底。 导致了骁龙体积虽然比较大。 但是实际重量很轻。 机动性能在同类当中出类拔萃。 可以看出其机体本身的设计极为先进。 制造工艺、机动性、成本完美的平衡。 但是这并不是沙克抗上骁龙最重要的原因。 骁龙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升级性。 轻型战斗机市场上的产品很多。 其中最成功的就是F5平民战斗机。 然而诺斯罗普在推出后续机型。 F20和F16竞争出口市场份额的时候。 就是因为机体空间小。 可升级性差等缺点。 惨遭滑铁炉。 骁龙战机在这一点上充分地吸收了前辈们的缺点。 可升级性在三代轻型战机当中无人能出其右。 即便是瑞典的英师也不行。 其雷达罩尺寸超过了所有轻型战斗机。 甚至超过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。 同时骁龙也汲取了F16出口的成功经验。 为骁龙打造了一整套个性化升级系统。 可以根据不同客户迅速推出符合客户预期的产品。 目前巴基斯坦在最新的骁龙P4上。 确认搭载14座的夜冷有缘相控阵雷达。 属于高端产品。 性能基本上和美国最新的5代机的雷达差不多。 如果客户采购的一些老式的骁龙战机。 想要大幅度升级性能。 中国也有解决方案。 这就是607座的风冷有缘相控阵雷达。 这款雷达也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。 整个系统重量极为轻变。 老式的骁龙基本上不用修改电器设计。 老的雷达直接拆下来就能装。 当然一架战斗机不管怎么先进。 光用嘴吹是没有办法向客户展示的。 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实战检验。 而这一点骁龙也做到了。 根据八方的消息。 在27日的空战中。 骁龙就连续击落了。 两架米格21而自身无一准失。 可以说是免费的为骁龙打了一波广告。 由此才吸引了沙哥的眼光。